在中部小郎村有一間咖啡店 外觀採用第六扁責儀身 10分的有第四 像是來到日本一樣 他藥家林家皇對咖啡和實在的計算 是非常堅持 不好的東西他不會採用 老闆也是非常有創意 在他的腳手調在幾下 一半一半讓人家鹹的咖啡 就頂限在乾淨 在家裡的口感 竟是讓平常國的國客都非常喜愛 中部小郎村有一間非常有特色的咖啡店 外觀是用嘴巴便知的威力 創作出情癒的氛圍 他在外面深開的泡箭火 只是去印度過路客的麥酒 但最主要的是咖啡店也這麼冷 選擁在地的素材 並且加上自己的創意 創作出一百塊外面看不到的創意咖啡 他獨得的創意咖啡 口感竟是讓人驚喜 豐富的口感讓人相當的難忘 今天真的是太棒了 人生一夾子齁第一次喝到這個紅花血液 層次真的是太迷人了 比我更迷人 這個咖啡啊 我一生一來也是最好喝的 那它有那個野生紅蜜 冬蜜啦 是冬蜜 還有玫瑰花 那個香草 好幾層啊 好喝 剛剛老闆介紹這杯咖啡是米其林級的咖啡 喝起來就是跟一般市售的比較不一樣 是它有點像咖啡界的創作料理 就是你有感受到它很多不同食物的搭配的層次 讓那個咖啡不只是咖啡 喝起來更有就是帶領 就像這個咖啡名稱一樣 風花雪月 就是讓你有穿越四季的一個感覺 我喝台灣茶喝了十年 二十一歲開始煮咖啡 我國小開始煮飯 我把這些美味的東西融會貫通起來 去找回我們喝的東西的純粹 跟吃的東西的純粹 從視覺、感受跟口味上去達到一個 什麼是真的好 什麼是真正天然乾淨的東西 所以我做出這種東西就是 讓你去感受到自然的美好 雅家林家黃標師 它鮮牛的所在一定是它清新品最貴 並且它只用無毒天然的食材 讓人的顧客喝得安心 同時也可以真正吃喝到實材的純粹 你們老闆也發肥創意 創得出外面沒有的飲品 水果、回斑、香料、純粹、純粹 頂頂 全部都可以在它的咖啡之下 省為一部部的獨特咖啡 拿到顧客的心 世信新聞正在省中部鄉 蔡宏博德 大家去蒜頭大橋連接鋪子六甲 橫跨在鋪子溪 它令人驚艷 它早中晚都不一樣 它得到工程界的君子獎 以及金安獎 布公國寶 青花石典雅的造型 日夜輝映連成一線 嘉義新地標 歡迎來家 來家 不想回家 新嘉義加油 加油 因為這樣的一個無人機產業 不只是國防的 它還涉及到民間 所以它可以帶動 所有這邊產業居落的發展 被變成未來嘉義的亮點產業 那我想這個才是整個嘉義 跟其他縣市 可以發展出不同道路的 一個很重要的路線 我們嘉義縣長期以來 支援台湖的糧食生產 讓我們沒有後腹之用 我們也非常高興看到 我們嘉義縣 有一個新的保障 也就是將未來世代最重要的產業 所以我們能夠在這裡落腳 在這裡生根